观众朋友傍晚好 欢迎收看八频道诗诚六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是海杰 首先来关心本地新闻 我国首个推行智慧国平台的市镇玉华区 在十户获选家庭试行的智慧生活计划反应良好 明年将会扩大到区内的三千两百户家庭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设在家中各个角落的感应器能够监察家中年长者的动向 如果探测到异常状况或年长者启动身上的紧急按钮 家人就能及时收到手机简讯通知